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替高云祥担心 不知道了要在澳大利亚观光 猴年马月 最近 媒体透露 高云祥已经从澳大利亚 饮水监狱转移的到了长潭医院 要知道这个长潭医院是有要求 一定的决定生病的犯人 才能转到这家医院 精确时 高云祥是得了MDD MDD就是我们所说的抑郁症 看样子高云祥是属于比较严重了 才会被送进医院 高云祥是一个明星 突然在一国他乡被关进监狱 开始几次都没有结果 既不给罪名也没有清白 自己不知道里边还要关多久 家人看不到 事业受到影响 加上住在苍乱的监狱 有严重洁癖的他 才会患上抑郁症吧 自为高云祥的妻子 世界一出他也是 为此分布到处想办法 虽然没有结果 可他也没有放弃老公 毕竟还涉及到很多利益 但最近高云祥被转远 董璇没有去澳大利亚看他 而是在网上晒女儿 因此董璇评论区 也是一言难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